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丸子我不喜欢了,丢掉吧 垃圾车库齐,每天都要收好多好多垃圾,工作到好晚好晚 哎,动物村的垃圾怎么这么多,收都收不完,哎,好累啊 有一天,清洁队员在布告栏上贴公告 上面写着,今天不收垃圾 原来垃圾车库齐累坏了,被送去修车场休息 动物村的居民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咦,库齐今天不会来收垃圾 没有人收垃圾 它怎么办啊 动物村里的垃圾越堆越多,越堆越多 垃圾也开始发臭,长蚊虫 大家都快受不了了 垃圾好臭啊,好多苍蚁在飞 原来我们每天去做这么多垃圾 我们一起剪小垃圾吧 可是该怎么做呢 大家讨论着,要怎么减少垃圾 我知道,不要的东西可以送给别人 小鹿,这件衣服送给你 小猪,谢谢你,我好喜欢啊 我知道,东西要丢掉钱可以想一想还能做什么 这台玩具汽车我不想玩了 可以和小猪交换别的玩具 而且,大纸箱还可以留下来收拾玩具哦 还有还有,要把食物吃光光才不会吃到垃圾 所以,我要把布丁吃光光 太好了 大家终于知道该怎么减少垃圾了 隔天,酷奇回来了 大家一起帮忙酷奇收垃圾,整理环境 动物村变干净了 大家也学会不再制造太多垃圾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